Zither Harp 虽然续军和反对派武装基本都已经完成了集结,伊德利布大战却还得爆发,这主要是双方的背后支持者。 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的缘故,为了拉拢正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并不介意牺牲叙利亚政府的利益,安卡拉方面已经施压,促使此前内讧不断的各路反对派,坐下来结成松散联盟,对于正在跟续军交战的HTS尽管土耳其方面不断放狠话,威胁其解散或者与其他武装合并,但是终没有对其发起攻击。 更不要说牵制其与续军的作战了,叙利亚官方人士放出消息,趁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了一项关于伊德利布的秘密协议,并称这项协议已经获得美国方面的支持。 伊朗也知道协议内容,这个协议主要内容是,在伊德利布战役结束后,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关系将正常化,安卡拉不再干涉伊德利布。 似乎这个秘密协议的初步迹象正在出现,土耳其只是在媒体上支持伊德利布反对派武装,并且不再为他们提供武器和财政支持。 此外,有人说,土耳其将阻止反对派武装逃离伊德利布,考虑到这个消息是叙利亚官方放出的,加上叙利亚官方最近不断放出一些利于自己的假消息,诸如中国军方会参战,这些假消息已经被证实是叙政府为了造势而故意制造,现在这个所谓俄土协议的消息更像是在给反对派制造恐慌,很可能也是假的。 不过,土耳其方面倒是传出一个真消息,尽管正与美国激烈交锋,但埃尔多安在公开讲话中还是提到,土耳其军队将在叙利亚境内建立更多的安全区,以允许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返回,土耳其收容了约270万叙利亚难民。 这番讲话被认为是土耳其军队会在叙利亚境内发起进一步军事行动的信号,即土耳其军队很可能不仅会阻止叙军全面进攻伊德利部,甚至会从叙政府军或者库尔德武装,手中夺取更多控制区。 这也符合埃尔多安在连任成功后的讲话精神,我们将继续解放叙利亚,阿萨德是真正的恐怖分子,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